通过空拍画面可以很清楚看到两个巨大天坑就在路中央 当时经过的车辆都跟着路面一起掉下去 现在救难队出动搜救权一起进行搜救 而初步判断坍塌的原因可能是豪雨冲刷 不过这已经是当地第三次发生类似事件了 前两次分别在2007年和2010年 诺卢台风侵袭菲律宾为当地带来死伤 而他现在离开菲律宾